HELLO 大家好,又來玩動物之心 在開始之前,先講一下進度 在上一條影片,我就說,欠一間屋子 要幫尼貓器三間屋子 有兩間屋子已經儲齊 它的傢俬和內外傢俬都準備好了 欠一間屋子都準備好了 之後呢,我沒有拍片的情況下 再出多多次外島 收集了零件 然後第三間屋子的傢俬都準備好了 一人一開機,很多進度大提升 有建了一條橋 去旁邊的島,比較方便 不用跨越跨越去 另外呢,第二樣就是 那三間屋子就會開張 第三樣就是 我自己那間屋子都會升一級 因為二十四萬八千屋子 在昨天的情況下 沒有拍片的情況下 都已經還賣了 所以一次過有幾樣東西發生的 還會有新鄰居加入 好,我們進去看看 情況是怎樣 它有很長時間宣佈 沒有這麼多東西 以後面還有那隻 戰豬會是賣衣服的 這個獸益 新的NPC 專賣衣服的 這間屋子還沒升級 看看 有機響了 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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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樣 有機響 它說 會賣了錢 因為之前 設了一些 東西在外面店 嘩,不能跑過去 嚇死我 恭喜我 開新家的房屋 即是我房屋已經升級 但是它竟然還了錢 這樣也不說 怎麼搞的 哦,它說 房屋已經整好了 還有這個 看看 我收益 給了禮物 但是它竟然沒有宣佈 什麼事呢 找得我這麼急 它說可以給它 先給它 它喜歡海蟑螂 它竟然不給我 剛才有個NPC角色 我那棵淺樹已經有收成了 現在我那棵淺樹已經有收成了 又到十點鐘就關門了 橋竟然未建好,但沒有宣佈 先看看這房子 這房子未建好 未成功 這房子已建好 這房子未成功 要等候 這房子未成功 看到這房子,是我第一次去外島 叫房子加入 這房子未成功 即是他都沒有東西給我 又沒得拿他的東西 先出去 下部影片再見 下部影片再見 拜拜